你看像我身上有别这样的一个就是禁烟的标志 也就是烟害防治法从明天起要正式上路了 而今天卫生署长叶金川特别顶着低温 亲上第一线就是要宣导明天正式上路的烟害防治法 不过因为这烟害防治法实施之后 尹君子如果抽烟最高是可以处1万元的罚款的 所以大家就是补萨萨说到底哪个地方可以抽烟 哪个地方又不行会被罚款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叶金川这个记者怎么样问他 他都蛮厉害的考不倒而且有问必答 但是问到了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荣总林芳玉的人事案的时候 叶金川则是立刻快闪离开 高屋口号还留来袭的周末 卫生署长叶金川在正式实施无宴日的前一天 亲自对民众来宣导 面对记者连反拷问叶金川通通有答案 菜市场因为是户外 那我们希望说民众不要在人多的地方来 比如说年货大街 你去跟人家抽烟那不是跟人家找渣吗 但是基本上它还是没有违法 公园呢 公园有的如果有贴那就是 公园属于其他类啦 如果有贴禁烟那就是禁止的空间 书长不错好像什么疑难问题都考不倒耶 只是到底哪里该罚哪里不该罚 叶金川坦诚还是有模糊地带 路天康主要是户外 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处理啦 那除非它有明显贴是 它是公共场所又有贴禁烟场 那我们原则上是先处理场所 队伍燕日 叶金川都能答 只过一被问到最头痛的林芳玉街 荣总的人事案 叶金川立刻向前走 打算离开 关于那荣总人事案啊 昨天那个国民党的立委都这样背歌 你们现在怎么决定很难 我想这个退伍会他们会适当的处理 所以杨力会不会有因子很大 我们是如果 如果荣总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全力来支持荣总 昨天院长也是说 要给荣总更多的资源 财商了五个月 叶金川先是面对三局清安事件 现在又有林芳玉棘首的人事案 再加上烟害防治法重大政策上路 前任署长的位置 让叶金川几乎天天上新闻版面 整理新闻 林芳琪 商业台北采访报道